您可以指出相同和不同之处 去帮助孩子学习有关种子的知识 他们可以收集不同的蔬菜 水果和其他植物的种子 您可以解释 所有来自植物的种子 会长出一个新的植物 然后您可以问 它们有什么不同 并说出有关的颜色 尺寸 形状 和质感 举例说明 孩子可能说 这个种子是黑色和光滑的 但是那个种子是白色和凹凸不平的 这个帮助他们学习 种子是什么 和种子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不过来自身的流行 寻找我 我会说 我会说 这种子是白色和狗呢 我会说